继续我们来看张先生的这个问题 张灵灵 他要请教阿宝老师 有关的生中调这些商品 进行的这个驱使原药 不一样的原药 输用到稀释 他的这个 算是调换的这个比例都不一样 第一就是说 如果有在的生里面 以公园处和冰处酸稀释 要多少的这个水 包括这个原本的这个 溶原药会更适当 算是来溶这个原药比较适当 第二就是说 如果是用在的这个乳醇 又要稀释多少 趴的这个水 不然用原本的这个药会更适当 是不是可以用米酒来代替到乳醇 延伸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是必须要 营生来溶解处理到我们的原药酸材料 他说说利用这个木醋液 PH值代表是4-5 和这是糖面来制造到 菌液肥发酵液 PH也是在洗剂哦 是不是有法度溶解原药 包括他在操作对 操作的一些稀释对比 麻烦老师 这种PH的这个部分 我们有时候就是说 要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我们在调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就是说 假设你用的是这个 看什么东西 他本来的溶解就有那个技术 并说你从这个4CPA时 他就可能需要在一个 比较碱性的一个环境 碱性我们就要用碱性的东西去调 并说用这个氢氧化钠 这个比较熟 氢氧化钠不过钠呢 让他找到一个适当的这个量 所以你说像这个 一般来说是要 最重要的是 你用醋 醋的一个这个 这种醋酸 比如说像 像这种醋 我们在吃的这个 那么这种醋来说 这他的这个酸度 其实他都 他的这个 不说很高 这些酸度很高 pH其实 我们一般同学会去了解 就是说 他大概他的这个pH值 差不多在什么样的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 那么他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就大概知道一下 市民上 我们一般在用这种醋 有一种就完全是透明的 那个都是可能就是冰醋酸去溶解 一般如果是 晾造出来的一个这个 这个pH 这种东西 他可能 晾造的这个东西 他可能都带一点点 带一点点 有一点点那个颜色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公元醋 公元醋 他的pH大概就是在这个2.4左右 这种我们市民上在吃的这种 那么大概就是一个2.4的这个pH 大概在2.4左右 那么有的人说拿这个 拿一个可乐 可乐你敢有去把它切过 其实可乐也是酸性的 所以有没有人 这种东西不能吃 是有道理的 但是他也是带一点这种酸性 所以这种要稍知道 所以那么大体上就是pH值 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就是一个pH值的这个问题 就是pH值的这个问题 所以要掉多少水 这种来溶解 这个我看这个没有一个 一般如果是pH值2点多 比如说你如果要溶解溶原药的时尊 他只有pH2点多 那你可以先把他 在这里不用稀释 比如说你要用冰醋酸可能就要 因为冰醋酸你拿到 他的pH值可能在1甚至更低 所以他的一个这个 但是冰醋酸也要看你拿到的这种 这个浓度 比如说你拿到的浓度 他就没说太高 他已经稀释过了 比如说像我们同上这个冰醋酸 冰醋酸已经在这个 掉过了 比如说他掉好在买 所以你可能拿到 照说应该是一个 这种用的冰醋酸大概就是在pH值 大概在应该是差不多 在这个2左右 2左右 那么这种东西 可能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你如果是要用这个来浓 因为水较少 所以可能较难浓 所以你如果是用用来浓 大概是很OK的 所以就像你如果是醋酸 这个这个用来溶解 所以得手大概就是在2.4 左右 pH值 你把它用开 先把这个原液 不一定要先对水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冰醋酸 就是说它有透过水 所以不见得要稀释 所以这种的没有所谓这个倍速的问题 所以你要溶解原药的时候 你就看它是在酸性容易溶解 还是在碱性溶解 如果在酸性溶解 溶解 较容易溶解 你就拿酸来调 那么碱性溶解 较容易溶解 你就拿这个 这个碱来调 来调 比如说4CPA你要调碱 你就要用碱去调整它 那么有的会融在乙醇 乙醇的 就是这个酒精 那么一般来说你用米酒 用米酒它的那个 它的醇的量较不高 所以也是可以直接来溶 比如说你拿 因为米酒就是这个乙醇套水 乙醇的酒精 酒精套水就是米酒 有个说感情这样 真的如果那个食用酒精 这个带糖的米酒 这食用酒精 它不一定是用米去发酵的 不是用米去发酵 跟用米去发酵 都有酒精 都有乙醇 但是这里面最大的差别 也就是它的风味 因为酒要喝喝就是要有 做酒的一个过程 一定会产生酸 酸跟醇作为 就会产生酯 酯不是油脂的酯 油脂的酯是肉质旁的 脂肪的脂是肉质变的 脂类就是这个香气的物质 酒制边的一个性剂 圣脂的脂 所以这些东西叫脂 尾叫脂 那么这种东西就是酸跟醇 所以酸跟醇 这会就会产生这个 脂类 这脂类这种反应 脂化反应很慢 所以为什么酒越醇越香 你把米酒说不叫十六块 以前十六块 这个米酒头的红飘的 你把它放一百年 它就是变没味道而已 这就是酒精可能也没去 这样而已 它会 它会变出来 这个酒 有一种老酒 一种醇香味 不会啦 因为那里面仍然以醇 水 有的说有啦 人的还有糖蜜 什么什么 所以应该还有一点点 但是这种东西太少 所以 为什么要用这个 粮食去发酵 因为粮食在发酵的时候 它会产生 酒里面产生酸 所以 你用米酒要代替乙醇 当然是可以 但是就是说 一般来说 不合 因为你 你去买一罐 这个酒精较多少钱而已 比如现在这个小毒在用的 这个 风潮已经过去了 这个药局现在都有在买 你可以买 唇的98% 或是75%的酒精 你用那个来 硬很好硬的 比如说你硬4CPA 你如果用一点点 这个 减 跟 这个硬的乙醇里面 一点点减 再把4CPA硬下去 它硬很硬 它很容易溶解掉 所以 这些东西就 很容易 来给它这个输用 所以用米酒可以去替代 但是效果 不见得有这个必要 你如果像说 要用这个 原料的时候 比如说要用这些东西 因为冰醋酸就比较单纯 工研醋 它又是酿造醋 酿造醋拿来吃较好 冰醋酸 比较稠 你用冰醋酸来用就会晒 这不用多少水 这一般来说 你先去看看 像我们在用4CPA 大概就是 75%的酒精 就不去那个 你如果98%有时候 酒精较贵的 给它 一罐比两罐 就是说大概 稀释 稀释两罐 一罐比两罐 让它酒精的量 不要太多 因为酒精的量 多多如何用 但是它太多 有时候 我们在酸油的时候 浓度比较高 有时候就 比较不好用 所以这就看你怎么去跑 这个都有一些 制造的 这种 你的方便 你东西拿来 拿到的 这种取得 这个方便 不方便 这都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让你稍微做一下 这个参考 所以你说 这种像是需要酸来溶解 以目处义 目处义 不然比较不坚异 你既然 他这种化学的这个东西 你就用 你就用 这个冰凸酸 用地味 你有买 你目处义 因为你会去用 这个 这种 用这种 这样的东西 那个量都是很少 对吧 这量都很少 你有需要 你需要 用到这种 这个 啊 生长调节剂 生长调节剂 人工合成的 这种生长调节剂 这种量都不用太多 所以你那个冰粉的量 也没太多 你 你拿这个东西来泡在这个木处义 里面 这个 不可预知的 这个事情 太大了 就是说他来里面 到底因为木处义 虽然 叫做木处义 他也不是一个纯物质 他可能里面 就有这个乙纯 不是乙纯 他有这个 一些这些 酸 因为 最主要 最主要 他在这里面 因为是 这古早时代 就拿这个东西来做 这种 就算 他这个 灰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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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在针木头的时候 他有一些 这些 去抓出来 抓出来的 所以 他化学的时候 德国化学家 最早研究木处义 其实 木处义 差不多在 我们汉潮的时候 就已经 已经有人去研究 这种东西 拿来 拿来 清洗 散口 做什么 这古早的 古书里面 就都有了 所以很多人 一直都说 这木处义是 德国人大 性研究的 性经病 那有时候 设计太多 大家都出问题 就是这样 但是你真的 去把他 研究 就是说 现代去研究 他是什么成分 这个东西 那真的是 德国化学家 以前的人 中国人 都是 以食用主义为主 我们在用 这个东西 拿来做什么 但是至于 他什么叫做什么成分 他也不一定 去研究 就是 他对物品 他没有那么的 没有研究 那么在那里 所以 这种 是这个 这个情形 所以 包括在这个 战争的 那个时代 这个 古早时代 在春秋的时候 就用这种木处义 在战争 战争要吃东西 在战争 那个时代的东西 在文殊很不方便 所以已经有人用这种东西去烟熏 去用这个 木处义 去把他 去把他保存 就是比较酸 去保存食品 还是做什么 在这个 古早时代 都有这种 这种的记录 所以 只是说 这也不用去争辩 所以这木处义 他他本身就是 最主要的是 醋酸 乙酸 然后还有一些醇 这 再来就是说 有一些 是有这个 丙酮 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在 古早 古早在做这个 木处义的时候 他就知道 这个木处义要硬进井 他要 把毒性拿掉 毒性拿掉的时候 就是不可以煮 煮滚 让它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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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制木处义 的解解方法 有人说 为什么这样 以前的人不知道 但是他们就是 这个 生活经验的 这个总结 因为 木处义 有的木处义 里面 并说你的茶 有凹鬼 他的木处义 产生 一个叫做 甲醇 甲醇就是什么 甲醇就是木精 吃了会脆脆 那种东西 所以 很多人都说 木处义的 我说对的 但是你也是 要很小心 因为你不知道 它是怎么製作的 所以 拿来就要落嘴 要喝 要做什么 都很大 可能量 不太就没关系 所以 为什么不好意思 跟你讲解 它这个东西的性分 更複雜 其实它最主要就是 这个 木处义 里面就是乙醇 不是 乙酸 乙酸就是醋酸 那么 还有一些甲醇 甲醇就是木精 然后呢 它有一些是丙铜 铜 铜类的这个东西 所以 它的性分 更複雜 所以 你用这个东西 泡 油 我是更不建议 你需要身体溶解 你不知道要用什么 你用鹽酸 你感觉比较危险 你用 这个硝酸 你感觉那种东西很恐怖 那没关系 你可以最简单 你就是去买冰醋酸 冰醋酸 你也不一定要买圆的 那种 那种叫醋酸 你醋酸你拿回来 你最少稀释十倍 你如果用不太多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 这个人套好的 那种冰醋酸 那种 那种生醋 那生醋 那种 那种 那种绝对是 冰醋酸去溶解 用这个来泡 就 就很简单 就是说那种 那种可能是 比较单纯 所以我建议是这样 那种没有多少钱 有时候 这个 呃 我们用的 这种生长调节剂 本身都很贵 那一点点就都很多钱 当然 现在因为中国大陆 这个工业发达 所以有很多东西 让他们做到 变得好像不用钱 这里面 最后 最后出名 就是这个 巴克树 这个PP333 这种东西 这个原地很贵 现在变造纳不用钱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富销分纳 这个阿东尼区 这种 日本在做的时候 贵得不贵 现在中国大陆在做的时候 相比较痛 但是 在 这里面有的人说 没差 这用酒没差 用座还是有差 所以 这种 这种 这种生长调节 这个 最主要就是这个浪度 就是他的 第一就是浪度 他的性分的稳定性 这每一间工丁出来有时候 没什么样 所以在用这个 他已经就 不便宜 不便宜 你又有得 我觉得不必了 所以用木醋液 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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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肥发酵液这种 都能够溶解 但是 都不好 我都不建议你 因为那些东西一点点 你先去 因为 现在 你用了开 你两天要用的时候 他稀释 整杯 不是 辣植物去沾沾 这样就好了 这样会比较简单 所以 单独在稀释 这个 这个 行动调节制的时候 最好是 他越单纯的 这个东西来做是如何 这不是一定天然的 当然是很好 但是天然的 不过这个世间 没什么是最好的 只有就是说 追求一个 更适当的 这人 没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没什么人是对 什么人是不对 这世界 绝对是 有对有错 这 这都是这样 但是 要用 这个 这种行动调节制的时候 就是说 越单纯越好 因为你 一些 你像 刚才说的 像这个木厨艺也好 这 已经就是一点点複雜 公園厨 这也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吃起来 比较不算 但是 皮质也很低 但是不必 米酒 你也没有 你就 你如果说不定 那种米酒 那也很单纯 那种东西可以 那种我就没意见 你如果说自己辣的米酒 真的用米去辣的米酒 就没有那么单纯 这里面的东西 它会比较复杂一点 那么 再来 你用 这个 这个 昆肥这个发酵液 这个又很复杂 所以尽量是 不要 不要让它複雜 就是说 要来用这个 要用这些东西 越单纯 越好 越单纯 越单纯 越好 越单纯 越好 越单纯 越好 那么 要用 很多事情 变成 我们没法去 去掌握 去这个 所以在这里 可以给我们好朋友 先做一个 了解到 这基本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 让我们听众朋友 先做一个 参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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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